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制作一个微定的时候呢 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要有脚本 然后脚本里面它会撰写一些内容 例如说男女主角要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例如说假设 假设我们今天来去思考 我希望等一下你大概简单的写出来 假设我在校门口安排一个相遇 或者是约会时见面等等这些桥段 所以你简单的写出来 例如说我在六格井 例如说图书馆前 然后做什么事 因为我们不是说非常专业 但是你大概在脑海里先散播这样子一个念头 然后接下来等你做完 你就会发现还蛮好玩的 因为实现你脚本里面的内容 这就是一个做导演的一个梦想 好所以像威力导演在做影片剪辑 他为什么用导演这个名称 其实影片剪辑就是实现导演心中的一个想法 OK 再来除了有脚本 我还要跟各位来去分享就是收集素材 例如说好了 假设您今天您所选择的摄影器材 哎对了有带脚架吗 手机的架手机架 自拍感方便您来去拍摄 例如说三个人 好那在拍摄的时候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事情必须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一下哦 你看现在我们的萤幕是黄的对不对 有看过直的萤幕吗 有啊 你的手机不是 你的手机不是都是直拍吗 所以请你们等一下在拍的时候 一定要打横来拍 可以吗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为什么呢 当你今天你拍摄的时候 如果说你今天是用直拍 他会变成怎么样 做成影片左右两边会变成黑色的边框 黑色边框你觉得大一点比较好 还是不要有黑色边框 当然是不要边 不要有黑色边框 所以请问要直拍一次横拍 横拍 横拍 这点非常重要 好 再来 哎同学你要仔细听哦 仔细听 嗯 因为这等一下我们大家拿到五千块 是不是很好 对不对 所以 请大家一起仔细听仔细学 再来我们在用手机 我觉得是玩摄影 那手机跟摄影机最大差别 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 用手机玩摄影 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用手机 可是 如果说我们手机 您习惯直拍 到时候在摄影这边 左右两边就会变很 留下很大的黑边 所以一定要请你们 等一下去拍的时候 一定要把手机摆成很的很的 还有 你们的手机呢 手机是不是会把它锁定 变成不管怎么拍到它都是直的 所以这个画面可能要稍微切掉一下哦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之中 如果 你实在没有什么剧情 实在也不知道怎么样 站在摄影机前面 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些专业的知识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哦 如果你去看那个 我蛮喜欢有一个明星叫张军令 他现在在大陆发展 而且发展很好 因为我发现他是用智慧来去演戏 你可以从中发现他有很多演戏的自我独特的方法 你看哦 他在摆pose 我们没有学过 我们一定就站在摄影机前面又站直直的 手也不知道摆哪里 可是呢 他可能身体会撤 然后 然后什么样角度呢 可能要整个扭曲的转 转到什么地方 摆出他最美的那一面 来去被拍 所以 我们没有收过这些训练 所以我们要怎么拍 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些 就是说 可能我们来学 他们是怎么拍的 再来 手机跟摄影机的最大差别在什么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特性 有些人 有些人他可以把手机放在地上仰拍 或者是手举高高的 或拿自拍感 手举高高的俯拍 OK 请问你摄影机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那是多重的一个机器 他要把它架多高 来去做这件事 对吧 当然啦 我们没办法带各位去学那个空拍 不过明年我听说 我们就会买甚至GoPro 好 让你们去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运动摄影器材 还有就是 也许也许会买几个那个空拍机 哇 那有空拍机 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去看到 看到什么 校园的全景 了解了这个摄影机跟 那个手机差别 你要取出很好的特性 什么叫很好的特性 就是他怎么拍 所以等一下都会告诉你 这些技巧 方便你等一下11点到12点去外面 去拍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你学到的事情 全部展现出来 可以了解哦 好 再来 我们可能 不管怎么拍 我们都没办法拍到 例如说校园的全景 你要怎么拍到全景 全景知道是什么吗 好 那我们没办法拍到 我们可能还是直接上网去抓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抓素材 去抓 中国科大 例如说 那个校园的全景图 除了全景 还会有什么 特写 特写 特写是什么 特写就是人 你去照一个人 胸部以上 好 清楚的看到脸部的表情 这就叫特写 那什么叫大特写 例如说 眼睛 只照一个眼睛 这就叫大特写 所以等一下全景 你可能要上网去抓 特写 请你自己拍 请问 手机要拍特写 要多近 好 我先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请问 我现在哦 如果要拍一个人的特写 你知道距离要多近吗 猜一下 如果你拍一公尺的距离 对不起 那已经不叫做特写了 那已经可以拍一个人的全部了 这就是手机 它有广角 所带给你的差别 摄影器材它没有广角 除非你在前面加挂广角镜 对不对 手机它有广角 所以请你要拍特写 至少最多最多50公分 可是这么近在拍 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一定会 好 所以等一下进一门拍的时候 试着用 例如说全景跟特写 互相穿插 在我们的影片 那全景要是没有的话 就麻烦你去找 还有 影片要不要素材 例如说音乐配乐 要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带你找 合法的影片 合法的图片 合法的音乐 好 那什么叫合法 等一下都必须要教 好了 那下午的 下午你看在这个地方我就要教你们 如何用手机去玩摄影了 你看有点点头 跳街 跳街应该都会 跳街的拍照方式 你们应该讲过 没错 就是那一种 但是现在不是用拍照 是摄影 好 再来 就是说时剪影 这等一下也要教你 不过这边可能不太适合拍 说时剪影的图 因为要到大马路上去拍 你的背景一定要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 不过我觉得那个概念还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下午 就要纯粹教你 这一个 Adobe的premiere 而且是英文版 呃 他 他其实 他其实 他出了 英文版 简体中文版 就是没有繁体中文版 所以我们只能做中文化 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资讯都是用简单的英文单字 那国中英文单字学过 只要你讲过那一千两百个英文单字 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下午我们再跟各位谈影片剪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 就是脚本制作咯 脚本制作 好 所以现在就要请你来去思考一下 我们今天主题是 很明确嘛 中国科大的一个 唯广告或者是唯电影的拍摄 好 这个主题 写好了吗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嘛 比如说片名有看到吗 最好不要超过七个字 那请问 你觉得哪七个字 以耐哦 因为这就是你 影片一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要放这几个字 比如说 中科一日游 有 对吧 或者是说 我在中科天气期 可以吗 可以 请你们发挥自己的创意 片名 赶快想一下咯 这下午的时候 要不要用到这个名称 一定会用到的 七个字以内 可以吗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你们同一组要自己互相去想一下哦 同一组的同学 再给你们十秒钟 这等一下是要交出来看一下的哦 这等一下是要交出来看一下的哦 你要记住哦 你慢慢会去参加一种性质的比赛或考试 它是有现实的 时间 你要是没有按下确定 没有送出资料 对不起 你可能就直接被淘汰掉了 好 好了 想好片名咯 想好片名咯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到剧情的部分 就是这个脚本 你准备要怎么写 例如说 假设你现在 至少是不是要先思考一下 你有几格景 可以去拍 你有几格景 例如说校门口这个景 你要拍什么 可以的话 赶快写下来咯 例如说 我有图书馆 门口这个景 可以怎么拍 再来 读书馆里面 读书馆里面 是不是 有很多书 那你就可以拍好多事了 有没有人在里面读书 可以拍 甚至读累了 在里面睡觉 可以拍 或者是在里面 呃 例如说 例如说 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在体育馆 体育馆里面 你可以做什么 那就做多了 我们还会准备一些球 让你去即兴发挥 好 赶快写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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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篮球场 还有超场 还有好多栋建筑物哦 在新竹这边不加很多建筑物 好 好 然后 诶 听好 听这边哦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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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在讨论说 那个场景要什么 呃 提问们几个想象的空间 因为我们太大了 太多洞了 所以 所以 他就全程一路拍 拍一个人 就是到各个各个大楼 然后 快剪 快剪知道吗 知道 那 你到时候快剪的 等下我会教你在什么地方 就是 就是假设三分钟 三分 就是 本来你很长 应该是 十分钟 我把直接快剪变成 十秒 二十秒 这是OK的 就是 可是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带你去 我们外面等下十一点十分 下课的时候 会有专人 带你们 带你们去 去去认识 校园 了解哦 这也是一招 快点哦 快点哦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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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场景这只要你带去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只会带你去 去 部分的地方 例如说 你要重点 不是不是 呃 一定要有人带你去的地方 例如说 他图书馆有蛮近 可是你不是要拍图书馆里面吗 那只好先刷他的学生证 方便进去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要带你们去的主要目的 可以 那就不会 你就不会有人跟着你去了 都可以 对都可以 但是哦 不要跑到马路上去 对啊 因为 我们今天时间太短了 对 只有一个小时让门开 好 还有 还有群门稍微注意一下哦 我们的 游戏规则是写 30秒到1分钟 对不对 可是你就是要去拍一个故事信 那你该知道故事信不可能 30秒就直接表达完毕 好 如果 实在 剪不出来变成1分钟 那 你就 还是剪成 例如说1分半或2分钟 好 你要把这故事强调 清清楚楚 才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那 还有 如果你太长的影片 你可能要找2段音乐 所以这也是提醒你的哦 好了 好 再给你们1分钟讨论写脚本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时间 你们3个要互相分工哦 因为等一下还有下载素材的人 要做什么事 好 所以分镜 分镜的脚本 会写了吗 那 接下来用的是3个人1组 所以1个人先去做分镜脚本这件事的撰写 3个人1组 所以我们其中1个人先去做分镜脚本 不用写的太复杂 但至少 你要把那个 在什么地方 做什么事 写出来就好了 可以吗 然后 你先想一想 你记住哦 反正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 要怎么做先想好 等一下拍出来都会很不错 如果你到现场才去临时决定要怎么做 这样子的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我刚介绍了分镜脚本 请问一下哦 那脚本大概已经有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要决定说 我们要有哪些的 例如说素材素材好 那画面继续借我使用了 好那接下来的画面 接下来的画面哦 我先暂时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我先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因为你们有三台电脑 对不对 所以其中一台电脑 没有给你操作 好 然后另外两台电脑呢 我希望你把它把我的画面开到最大化 你可以了解我现在讲的内容 因为你们要照着做了 要开始来做一些事咯 接下来要请同学跟着一起操作 好 就是说你要先学我的操作 首先 首先哦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呢 我们要有素材 那我们手机可以制作影片可以制作图片 好同学请仔细听咯 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你拍到那个中国科大的全景 中国科大的全景 其实网路上已经有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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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透过例如说 Chrome 来去找 怎么找呢 直接在搜寻 王子列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输入中国科大 我们就直接输入中国科大 然后接下来 请你仔细听哦 你影片制作 不能随便用到别人 就是 未经许可的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中国科大 然后点选图片 是不是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然后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工具 工具 工具里面有使用权限 使用权限 假如说今天我们这个地方选择什么 标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你看哦 当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很多的logo嘛 可是当我们现在点选 选取为这种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你看所有那些logo都不见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允许你 动手去做修改这件事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可是 可是还有一种就是工具 这边有一个不限使用权 很多同学都会混淆这个概念 不限使用权的意思是 他根本都还没有去设定说 他允不允许你拿去做商业用途 或者是允不允许你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要请各位知道 工具里面上使用权限 这个不限使用权的意义 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是标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也是也是一种就是限制 权限的限制 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这是全景 这也是全景 这也是全景 我们的手机很难去拍到 就除非你站在很高的地方去拍 你在选择照片的时候 这个网路上的素材哦 太多了 可是你在选的时候 请你仔细看这个这个素材 1024×345 有看到吗 请尽可能的选 不要选这个300×200 这个解析度太低了 不然到时候你的手机 例如说你是用那个HTC HTC或者是那个iPhone 你拍出来那个整个画面 非常清楚 就只有正常 非常不清楚 这样会觉得整个影片的品质都被下降了 而且请问一下哦 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横的图嘛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那种正方 长方形的图 所以尽可能请你选这种横的图 而且解析度大一点 像这260×195 好不好 非常不好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这边 这个 这个就不错 好 所以我们就点它 滑鼠右键 另存 另存图档 然后 请你们存图档的时候 因为里面到时候会有一堆的素材 所以最好 给予它适当的名称 例如说 这个素材叫做什么 这个素材就叫做 中科全景 好 例如说第一张 然后存档 可以吗 我们现在暂时放在下载里面 呃 我建议你们 我建议你们哦 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打上去 以免等一下你会忘记 好 至少请你先找一张 一张的全景图 全景图可以放在什么地方 整个影片一刚开始跟整个影片结束的地方 全景 可以哦 好 这边稍微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自己去挑你喜欢的 中国科大全景图 好 画面还给你 请你现在进行图片的下载 合法音乐的抓法 合法音乐的抓法 要不要学 一定要学 你不能随便去YouTube去下载音乐 等一下我也会教你 可是 你要如何找到合法使用的配乐 好 那我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搜寻影前嘛 例如说 合法 音乐 下载 好 你会发现哦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一堆 一堆 合法音乐 我建议你们去找这一个YouTube YouTube 怎么讲呢 因为在这里面哦 他放了一大堆的音乐 方便去做下载这件事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哦 这里面 这个YouTube音乐 补版权配乐 免费背景音乐 下载 好 这个音乐各位 应该有 应该 这个配乐应该很耳熟 因为小影 小影的主打的那个音乐 就是用这个音乐 好了 我们来去看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种类型 很多类型 各位 你只需要下载一部音乐就好了 这边要开始仔细听咯 因为我要教你什么叫做影片剪辑听古典 好 这边要请你特别注意 这边那么多音乐 你要下载哪一个音乐 好 你自己决定 你做的音乐 跟别人做的音乐 绝对 你选择的音乐 跟别人选择音乐 绝对不一样 所以另外一个人 等一下 麻烦请好好的做 音乐的选择 那 我们没有给各位喇叭 我们没有给各位喇叭 所以就要麻烦你们自己 用自己的 那个 耳机 耳机 然后来去听音乐 好 各位 我现在哦 我现在我们就先找那个热门背景音乐 热门背景音乐 例如说 我现在就随便听一听 随 听这里面好了 好 你们觉得音乐好不好 好 好啊 可是 可是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音乐你到底能不能掌握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例如说 什么时候要剪 什么时候不要剪 剪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 好 像这个 打鼓的鼓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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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到 你听 我现在讲那个 他可以剪的地方 倒数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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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是这样子剪的哦 好 好 在座 在座 听懂了哦 我最希望你们将来变成小小网红的时候 记得要请我吃面 要记得请我吃饭 好 我们 再复习一下好了 真的 就是这样子剪法 听得懂这个 剪接哦 我们 那我们接下来要挑音乐了 接下来我们要挑音乐了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音乐 可以选 来 听一看这个 好 可以吗 那接下来我已经掌握了这个音乐 知道在什么地方剪 下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要不要把这音乐下载下来 要 要吗 我再教你们小PayPal 好 可以 好 这边哦 这边我再 稍微补充说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请你们不要选择那种 像刚才是 稍微轻快的音乐 对不对 那有没有那种 古典乐 那个Piano 或者是 就是 比较 静态的音乐 有 那个适合 介绍 就是 例如说 很优雅的动作 例如说 那个 韵律舞好了 或者是 舞蹈 你用慢动作 来呈现它的优美 这个时候 很适合放 那种 很慢的音乐 好 那像 这边那么多音乐 你随便选 都可以选到 适合的音乐 可以吗 这边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载 下载绝对不是点击下载 下载绝对不是点击下载 点这个地方 不是 是这里 这里 这边我们要看到 然后载到 UBE 1的后面 把它翻行 往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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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 Enter 就把那个 YouTube 本来是不是 Y-O-U-R Y-O-U-T-U-B-E 先把后面 那个UBE 给删掉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请点记录 就好了 然后稍微等一下下 稍微等一下下 这边是不是就开始下载了 简单吧 就只删掉三个字 这个方式简不简单 我有两千多部教学影片 这一部影片 高居第一名 每天有大概一千多人 会去看 可以了解吗 是不是很简单 我是不是下载下载这个音乐 下载这个音乐在哪里 下载音乐在下载这里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这边有一个音乐 来播播看 好 复习一下 我刚做的动作其实还蛮简单的 首先 首先 首先哦 我就先在这个地方 就输入 免费 合法 音乐下载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有很多 那个播放清单 你自己慢慢去挑 这里面一堆 播放清单 然后 你依照你的 你喜欢那个 戏剧气氛音乐 还是悲伤音乐 还是开心气氛音乐 还是那个 古典乐 随便去挑 例如说 这一个 这一个 这就很适合那个 例如说芭蕾舞的一个慢动作呈现它的优美 好 那 假设我现在要这个音乐下载 记得这边 这边 这边 123 然后Enter 把那个UBE删掉 然后记得哦 MP3 然后直接点记录 就好了 可以吗 换你们去动手做了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人 另外一个麻烦请 赶快动手做这件事 而且 请你把所有的古典 时间记录下来 至少要记录到 一分钟 你就会知道你大概要剪 几段影片 可以吗 把这些技巧学会 对你们加来 有很大的帮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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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登工哦 不是同一个人做 应该是 谁做什么 谁做什么 趕快登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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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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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对 乱出来 加上你听到了 十个 到时可以不单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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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没想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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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赶快放手做一下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那个 大家分完工之后 什么 对 对 我们 一 给 看看 那 我们接下来哦 要进 进行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 我们先把就是等一下评分的标准先跟你们讲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呢 我们针对各位的创意表现 主题表达 拍摄技巧以及视觉美感 以及后置技术等等 来会分别做一些评分 那当然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软体规定是Adobe的Premium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呢 就是要教你如何做AdobePremium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花很多很多时间一直在剪 剪永远没完没了的剪 这样不好 要记住我们要在三点 三点之前完成所有的剪辑 以及输出 如果你没有输出 你就变成没有影片可以播给我们看了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请记住2点50分 我会教第一次的输出 这是最后一个教学 然后点55分 我会再重新教你一次 请你不要三点钟之后再问我 因为三点之后我要做18组的评分 可以了解哦 好 所以请你们做完 记得就把影片交交到前面来 那我们介绍这个影片剪辑 影片剪辑的部分呢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这套软体呢 它叫做Adobe的Premiere Adobe 有一个比较不好听的念法 就叫阿土博 不想要各位知不知道 好 Premiere Premiere它其实是属于前置 那什么叫做前面的制作呢 因为它搭配有一套耳熟文明的 After Effects 它是后制 After就在什么什么之后嘛 好 影片之后的制作 那个后制真的建议你们 你随便上网去看 人家影片哦 做的这个后期制作 通通都是用这一套 所以希望你们了解说 我们现在学一个大师级的影片剪辑软体 如果你还有兴趣回家 你只要花10分钟去看 随便一个After Effects 简称A1 好 就会发现 哇太帅了 这应该是多媒体或视觉设计系 他们非常想要学会的 OK 所以这一套软体呢 它叫A1 所以我们这软体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做 PR PR 好 所以提供跟你参考一下 所以有时候你听到别人说 你是不是用PR剪辑 就是指这一套 当然 在很多的国小国中都可能交货威力导演 今天请你不要去使用威力导演来去制作 因为一看就知道了 你用威力导演 右下角就会出现 反影片由威力导演制作 因为你只能下载试用版 试用版它就会出现那个威力导演的浮水印 那再过来 它的界面简不简单呢 其实等一下我会将你用简单的方式来去使用 好 重点 Adobe Premiere Pro 它主要就是做什么 多媒体影片剪辑 多媒体影片剪辑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来去学 我的讲义搭配有英文跟中文 因为我们的画面是英文 所以我讲了一个中文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要开始酸岸见智 来去把素材都放进去 好 所以请你要跟着我一起做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是不是要先去自己的C碟底下 自己C碟底下 我们先建立一个专属的资料夹 例如说 2018 20202 PR 中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麻烦请把刚刚下载下来的 中科的全景 以及什么音乐 好 直接 比如说减价放到这里面 好 除了这个以外 自己手机里面 麻烦请你稍微注意 手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影片 手机里面的影片 请把它剪下贴到这边 贴到自己专属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这叫做什么 img img 大家都叫img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影片是什么 好 现在我就要教你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就是跑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建议各位先把影片名称改掉 改成中文 你看得懂的 举例来说 这个叫做 跑街 接下来快速点两下 这是跑街2 刚刚是跑街1 现在是跑街2 你还不要先调整顺序 你还不要先编炮 就是 你把例如说 有跑街1 跑街2 这就是另外一个 好 接下来 看这一个好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 学校经典的一个介绍 例如说 这个我就取名叫做漫步 好 那请问 你觉得你要先介绍 跑街还是漫步 然后最后例如说 我会有一个 例如说最后我想要有一个 投篮 投篮 OK 我只要他投篮 进这个动作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写 篮球 那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 已经有知道 有太阅 有照片 好 那这四部影片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编 他的顺序了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 我想要 先 先跑街好了 跑街 所以我在前面先编01 然后跑街2 当然就是 也是01 接下来 这是不是漫步 所以我就编02 然后 这是 就是我的那个场景啦 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 第三个场景 然后 假设我这边有第三个场景 篮球 好 03 可以吗 这样是不是把我的脚本 脚本的影片名称 我先排好了 OK 就请你先做到这个地方 就是要配合你的脚本哦 来麻烦请先完成 请把你拍的脚本 先编好 素材编好 记住哦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是 Adobe Premiere的结果 好 等一下我们会有 三位评审 三点钟就开始来做 评审 因为我们要到四点之前 评完 所以 创意表现 占30% 主题表达 占30% 拍摄技巧 20% 视觉美感 及后置技 技术 占20% 好 我先来认识一下 麻烦请念到的主题 请 哇 举一下手 贝米 准备回家 准备回家 在哪里 青瓜是地瓜 在哪里 举个手吧 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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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被地瓜吃掉了 青瓜是地瓜 对不起 青蛮吃地瓜 哎 煮被冰了 哦 被冰住了 no name no name LDR 青蛙 瓜瓜叫 青蛙 瓜瓜叫 我家玩玩 不平凡 玩玩 玩玩在哪里 好 大杯 还好我英文念的还不错吧 在哪里 在哪里 一个队名 关乎 关乎整队的成功或失败 在哪里 在哪里 大大主在哪里 没来 一拍即合 对 群党 没有 然后 回 traveler 回 traveler OK 雄邦 正义煞气 A高中生 什么 亿万 应该是万亿吧 万亿煞气 在哪里 资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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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资贡还资外 还是资楚 资楚 金国 啊不是 666 666 三个六 三个六 666 在哪里 666 哈哈哈 筋国女将 勤国女将 该不会出现三个男的吧 CKVS CKVS 解释一下吧 什么叫CKVS CKVS 什么意思 哈 对不起 对不起 同学 同学 安静一下 好不好 你刚刚说什么 CKVS 是什么意思 对啊 大声的说出来啊 这是一件官网之事啊 不是啦 对 品尝一 片棕色 卷饼 在哪里 OK 哦好多高中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高中 OK 好 我们现在要来观看一下 对对对 花椰菜 刚刚我 花椰菜 花椰菜在哪里 OK好 好 我们接下来要打开我们的 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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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iere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开始然后所有程式接下来从上面往下来去找 Adobe 公司在这里 它一定是在就是最上面A开头 Adobe的 Master Collection CS6 接下来麻烦从这边往下找这边有一个 Adobe的 Premiere Pro CS6 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new project 这新的一个专案为什么叫新的专案不叫新的档案呢 因为这个专案这个等于说这个影片剪辑专案呢 它里面会包含好多形式的档案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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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哈啰哈啰哈啰同学 哈啰哈啰哈啰同学 等一下哦 等一下 你不能用那个 就是说哎 假设你会然后影响到其他组的同学 这样就可以得到第一名 这个战术呢 暂时不要在我们班上使用 因为我们还要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一套大师级检片软体哦 好 所以麻烦请你就是那个仔细的听 这边这个不叫专案 它是用什么几个档案 例如说素材有音乐有图片有影片 很多个档案所构成一个大的专案 好 所以他是用专案来去命名new project 好 请点new project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video就是影片 影片我们的显示格式 显示的方式是用time code就是时间轴 我们通常会剪辑是依照他的十分秒 影格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好 时间轴 时间轴 请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预设就是用时间轴啦 但是还有其他种就不跟各位分享 这边时间轴 再来麻烦请你指定到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因为很多同学等一下不知道自己的影片剪好的影片放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就直接先设 browser 点选那个浏览 这个就是浏览 浏览 然后接下来呢 麻烦请点 请点 例如说在C点底下好了 C点 请新增资料夹 这边不是有新增资料夹 好 新增一个资料夹 假设今天的日期二零一八零二零二 啊 例如说pr好了 好 类似像这样子一个名称都可以 或者是我们刚不是已经建立一个资料夹了吗 好 我们就刚刚已经做好那个资料夹 我是放在C点底下 对应该就是这个 我刚刚做的 我放在C点底下的这一个 这应该是我刚刚做的 好 就这一个 然后快速点两下之后 选择资料夹就好了 好 然后点选OK 点选OK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选择是 就是要不要覆盖 好 现在继续点这个OK 不过我要特别跟你讲一下 因为以前啊 我们很在意的是那个输入的装置 DV就是数位摄影机 现在我们几乎都很少用DV来去做输入器了 几乎都是 例如说手机拍好 然后再把影片 汇入到我们的C点底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点选OK就可以了 然后打开之后 你先检查一下 第一个四窗 第二个四窗 第三个四窗 第四个四窗 它是不是有四个四窗 是的 在这边一二三四 然后接下来开启Adobe Premier 我早上已经跟各位分享过 所以我要直接教素材怎么把它全部叫进来 这个四窗是属于什么四窗呢 就是素材区 素材区 这是素材的观看区 这边是什么 时间轴 这个很大部分 这边不就时间轴吗 时间 然后时间轴 这边是产品观看区 就是我实际剪好的影片 时间要输出的最终的那个画面 全部都是在这边看的 所以有些人啊 他会喜欢他把这边说的很小 说的很小 因为重点是在这边嘛 好 有人是这样子来去设计的 那随便你 可是重点是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第一个 如何把素材叫进来 我们刚不是有音乐 有配乐吗 然后有图片有影片 怎么叫进来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教的就快速点亮一下 接下来你去找我刚那个资料夹是不是在这里 哦对对不起我打中了 啊好吧对不起 然后接下来全选全选 然后开启就的就全部都汇入进来 建议各位哦建议各位最好不要是这样子呈现 这样呈现你会发现这好大 那你用卷轴来去卷动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已经把它颠好了这个名称 所以你用这个一条一条的呈现方式会比较好一点 好所以建议各位你可以点一下他用list的方式 用调列的方式来去看这样子的档名可以吗 好所以你们先把素材通通叫进来 好所以现在就要请你们打开Adobe premium 以及素材叫进去 来赶快把素材叫进来咯 好好那请问一下你觉得等一下第一个放进去的是什么 是图片还是影片还是 配乐 快哦我都有在计算那个时间 剪影片我会让你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剪 在30秒我要继续教咯 还有25秒 好接下来接下来继续来看一下 我要公布答案咯 有没有哪一组要派代表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您觉得第一个要放进去的素材是什么 你说 音乐 当然接下来我要教你如何把音乐放进去 因为刚刚我把所有素材都已经搬进去了嘛 所以他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什么有跑街啊 有漫步啊有篮球啊 甚至还有图片对不对 我先把音乐放进去 请注意这边有video区 这边还有audio区 这边还有audio区 video就是影片 audio就是音乐 好我现在先把音乐 例如说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 直接按住它 拖曳进来 直接拖曳进来 拖曳到 如果你拖曳到这个地方 你们会发现 他就不会让你拖曳 正常的拖曳或拖曳成功 那如果放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哦 成功了 而且一定要 拉到 看你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 通常我们应该都是什么 一刚开始 一刚开始的地方 就开始进音乐了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你把它拉进来 可以吗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拖拖看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好 那稍微请注意哦 刚刚负责 负责 听古典的同学 就要提供 几分 几分几秒 所以怎么提供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是十 这是分 这是秒 最后一个就是影格数 一般来说就是一秒有30格 一秒有30格 这是影片的规格 好 那如果是那个FLV的档案 就是那个 FerrH做的FLV档案 他只有12个 OK 插在这个地方 好了 所以直接把它拖曳过来 大概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希望5秒后开始播 那你就要搭配这边的时间 有看到吗 5秒 然后你去自己去调一下 看能不能放到5秒放开 这样子的话 前5秒就不会有音乐了 好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通常应该都是从一刚开始 就开始播音乐了 好 提供该门参考 那我就音乐的一个 输入 就先介绍到这边 换你们来动手来去做 好了 因为 呃 我是怕 确实我也蛮担心 杠机 所以我先教你们储存 而且先把 专案储存 来 画面就用一下 我先教你们储存专案 因为专案储存之后呢 你才可以保留所有的素材 好 首先 画面就用一下 首先呢 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 在这地方 这边有一个 file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 这边 我们所储存的 当然是 专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开启的也是开 专案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这件事 好 file底下的 save us 我建议各位 你存在c跌没有用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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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你等一下 c跌整个当机 我会请你重新启动 好 所以这点请各位注意一下 最好c 那c跌的话 我会先暂时存放在这里面 例如说直接取名叫做今天的日期 2018 02 02 然后直接点存档 你稍微注意一下 刚刚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多了一个 这个pr 然后建议真的把它 例如说先暂时存放到你的随身碟 ok 以防万一 这是以防万一 好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先动手先存一下自己的专案 好了 来 赶快动手做一下 你看他 你看他坏掉 直接摆进去 直接摆进去 来 赶快全档 然后 一分钟之后我要开始教 如何把图片放进去 赶快动手做一下 赶快动手做一下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 我要先把这张图片放进来 做一刚开始的内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是不是有一个中科全景 我建议你们 我们应该是要先放在这里 应该要先放在这个地方 video1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 on 字幕上去 我们就可以放在video2 video2 它有最高的 被优先看到的顺序 先看到video2 再看到video1 好 所以字幕是放在video2 那图片或影片都放在video1 那图片或影片都放在video1 这边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它要放多长 例如说现在你去播 有没有发现它就放到这个地方结束 也就是5秒 一张图片翻进来 它就会放5秒 假设你今天你希望它播放10秒 假设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快速点亮一下这个05 把它改成10 enter 它现在游标是不是跑到10秒 接下来你再把这一个图片 右边界 右边界按住它移到 它会吸到这条线上 所以这张图片就是播10秒 是用这种方式来去调整的 OK 那我建议各位应该只要播5秒就好了 可以用给你们参考咯 对不起 好也就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有30秒到1分钟 所以前面这个中国科大 你稍微注意一下它要播多少 还有请问你有没有要注意 当我们今天去抓下来的图片 抓下来的图片 有没有发现好像没有满板的放进来 好来我现在要调整哦 把它图片整个都呈现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们看50%还不够 再缩小25%了 快速点亮下这个内容 可以吗 代表说这个图片太大了 所以我们要去缩小缩小 缩小 很有可能你用iphone的话 你去拍的照片都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可以吗 好 比如说调整好之后放进去 最好都不要留黑色边 就是希望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有任何黑色边的情形 比如说这样就不好看了 好 所以图片把它贴到满板好了 好 OK 那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到50%来去观看一下 全部都是满板 就不会像刚刚那个只有看到一部分的内容 好 这个时候你再去播放一下 这图片播一动 对不对 好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然后请你先把图片放进去 好 来画面还给你 就是图片的部分 绝对不是我们重点 接下来影片的剪辑 好 画面就用一下咯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好 我们准备要把我们这边的影片放进来了 影片 那影片哦 稍微注意一下哦 假设我要做第一段的 第一段 比如说漫步好了 我先把漫步放进来 那可能你这个时候啊 稍微放大一点会比较好 放大一点会比较好 怎么讲呢 那个显示比例的调整 越往右 这个 看到的内容是越小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往左 往左来去调整 然后接下来呢 请注意 这部影片 会不会有声音 会 这部 这一部影片 是会有声音的 怎么样去把这个声音拿掉 我要放的是这个 不然它到时候 这边是不是会有 影片的声音 以及什么 音乐的声音 是会叠在一起 如果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声是OK的 可是有时候是我们拍片时的一个嬉笑声 怎么拿掉呢 注意哦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直接点它 online 对不起 onlink 这是连结 把这个 本来连结在一起的声音啊 直接拿掉 注意哦 滑鼠右键 online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音乐啊 这个音乐就可以直接拿掉了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音乐就可以delete掉 再把它 接回来 可以吗 这点稍微请注意一下哦 刚刚其实我们音乐应该 等一下啊 刚刚你的音乐 最好是放在 例如说audio 2 好 我再把这个 慢步二 搬进来 然后接下来滑鼠右键点点它 然后去做onlink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 这个音乐 删掉 这样的话就只有背景音乐 好现在播给你们看 就不会有这个 好 这是你们要会的 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音乐 声音拿掉 这个地方哦 这个影片还是太大了 因为用iphone去拍的话 影片都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 一样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缩小一点 来去 快速点两下 把这影片缩小 因为最好是看到那个满版的影片 好 再重播一次 稍微把显示比例改成故事都看到 好 播一下 好 假设到这边我要结束 假设到这个地方我要结束 假设到这个地方我要结束 那你要找那个古典啊 记得我说的吗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哦 好 刚刚这边是不是就结束了 就是 如果以我要剪辑的话 我是搭配这个声音 所以我把声音稍微放大一点 我要告诉你 我在哪里要结 就是我们仔细听一下哦 就是 它是 这边我就把它剪掉了 这边我就把它剪掉了 所以这边我直接按一下停 怎么剪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Razor OK Razor Razor 点一下 然后直接在这个 这条红色线上面 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请再用选择工具 把后面直接给铁笔弹掉 可以吗 就是这样做剪辑 可是呢 有些人 有些人 他这样走 可能还没有走完 他就剪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可能 可能你还要再学一件事 就是 我要把这一段影片 这一段影片 直接说 快走 把它走完 可以吗 快走是在这边 滑鼠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 speed speed 请问你200% 是不是叫做走快一点 快走 如果50% 就变成走很慢 叫做慢动作 我先做一下50% 好了 跟你们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变很长了 但是他现在走的速度呢 走的速度 好了 那请问会不会忽快忽慢 会吧 你就把它切割成好多段 就把它切割 例如说 一刚开始的时候 这边把它剪断 后面呢 这边也把它剪断 中间变慢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你再分别去设定 那一刚开始的时候 走很快 然后后来 中间这个过程 慢慢走 好 画面还给你们 自己去玩一下了 好了 因为同学问那个声音大小声的调整 就一起教一下 画面借我用一下 画面借我用一下 那你先赶快存一下 先储存 所以你先赶快存 所以你先赶快存 好 好了 画面就用一下咯 有同学在问哦 就是说 他要这个的声音 他要这个的声音 他也要这个的声音 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 在声音这边 有一条黄色的线 这个黄色的线 可以按住它 往上 往下调 有看到吗 去调大小声 例如说 我现在降低音量 来去播一下 声音是不是变成 例如说这边 那我再把声音调大声一点 有看到吗 好 那可是还有 还有可能同学哦 好吧 那个 淡入淡出就算了 你们 两者声音 你要取一个平衡 就是你假设要 这个影片的声音 好 你就用这个很单纯的方式 现在 因为我已经把它删掉了 所以我这边没有声音 好 那你们来去做咯 声音的控制 因为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 应该大家都 有可能会遇到 赶快减哦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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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就用一下我要教那个声音哦 淡入 还有声音的淡出 因为这也是属于简单的动作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画面借我使用一下 有时候我们听这个配音乐 希望说他声音自从慢慢的有声音 所以我先播 假如说我前面这几秒 我希望他声音是慢慢的上去 那怎么做呢 首先 首先就好像按照他的音乐的节奏 例如说一个四拍 声音自从没有慢慢变到有 所以我们先去听 四拍的结束 好假设在这个点 我设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本来他是不是长这样子 你根本就看不到 他的就是那个音率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点这个 点开它会变成 它让你看到整个音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四拍结束 这边点一下 这边是第一个控制点 接下来请在第一个地方 也设一个控制点 好 这个时候 先把 这边这个点呢 你可以直接按住它往下翻 它就变成 它就变成声音是从什么 最下面这样慢慢爬升上去 它就不是平的了 就这样子而已 OK 来去播放一下 来去播放给各位听 回来重听 这声音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再停止 好 最后给你们稍微参考一下 来请你们来去做那个 混音的时候 使用到这一招 混音 所以最后的时候 假设在影片结束 你必须要做这件事 好了 下一个主题 我就要按字幕上去咯 早上我们不是会有一个 那个片头 会有请你们要放几个字吗 去想一想 你的影片的片头名称是什么 对 等一下我要请你们把它变成 玩字放上去 等一下请你们 输出全的影片档名 就用对名 知道吗 对名 然后连 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我接下来教 如何放字幕上去 首先呢 首先稍微注意 如果字幕要放在最前面 一刚开始就要字幕 那你可以先把这个 把这个轨迹 先移到 比如说最前面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title 有看到title这个功能标签吗 title 点下去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造作 new title new title 这边有一个预设 steel steel是 它不是人人 它是固定 固定的意思 steel 就是用固定的方式 也就是它不是动画就对了 也就是它不是动画就对了 举例来说 如果就是滚动 从下面跑到上面 这是滚动 好 我们就用第一个 我们也只教你这一个 你可以照做哦 接下来我们的宽度是多少 高度是多少 好 这边都可以自己去做调整 这边有没有看到 name name 来麻烦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title01 title01 等一下这个title01会在这里哦 你做完的字幕会在这里 好 ok 接下来呢 请用这个文字工具 文字工具 来请你 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放的是几个字 然后想要放在这个地方 好 我就点一下它 这个字的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 也许你可以不用放到100 可以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例如说变成64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打字 又跑掉了 64 好 好 输入中文字 例如说我现在我写什么 中科 之 啊 例如说 中国 科 大 之管 系 等一下 中 中国 科 大 之管 系 好 然后接下来哦 接下来我们这边再去做调整好了 这边是不是有中国科大之管系 那因为字太大了嘛 你这样子也可以缩小 然后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 那稍微注意哦 我们这里有很多功能我就不去介绍了 所以请你直接把文字 直接把文字的特效加上去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改成这样子 或是这样子 ok 中国科大之管系 中国科大之管系 当然你也可以放你自己早上我骑你们编的那个名称 片名 好 然后接下来做完这件事 更重要的是 请问要不要储存啊 不需要 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他在哪里 他就放在这边 直接放在你的素材区 请把这个素材 直接搬搬到 video 02 video2 这个地方 他就变成他的上层 资料了 记住啊 因为video2 在video1的上面 就这样子 不用储存啊 因为很多同学问我说 老师我在关掉之前 我没看到储存 所以他不敢关 好就直接关掉 关掉 他就会 他就会放在素材区里面 好你看 这边是不是有中国科大之管系 那我有看过有学生 他直接放很长 例如说直接把它放到这么长 他就放那么长 所有地方都出现中国科大之管系 来 请把字幕加上去 字幕 我们先将输出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file 可以吗 应该记得住 file 就是输出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麻烦请你在这个地方 file 地方 请选 这个一定要选 请选这一种 h.264 h.264 是国际标准 他的输出就是mp4 mp4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麻烦请你选 那个宽度 1080 1080 他这边会改成 因为他这边锁起来了 好也就是我们输出的格式是1080x720 720dpi 放在很漂亮的一种格式 接下来最后我们就选这个输出 点下去输出 那因为我做的秒数只有16秒 所以他输出大概也是16秒 好 就是一倍的时间来去做输出 所以请你不要做太长 OK 那稍微注意一下 刚刚我没有刻意跟你讲 他输出到什么地方 因为刚刚我是不是有刻意的去建一个专案资料夹 这个 我刚刚是不是有去建一个专案资料 我的影片就在那里面 可以吗 所以在这里 在这里我要的是你这一个档案 你可以自己稍微先去看一下 C跌底下这个中科底下 是不是就有一部影片 他叫做 这个 请你把它改成你的对 快速点两下来去播放一下 麻烦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个地方 做完之后呢 麻烦你就过来前面讲教 好 记住哦 等下三点我就会直接把画面锁掉咯 就不会让你们再做任何的操作了 所以现在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 切门线先做出租 我拿走大学好了 蛤 你还不知道要走什么大学 让我带你去看吧 好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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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屋外篮球场 只要天气好的时候 都会有温暖在这边大海 所以 都会有温暖在这边大海 所以 都会有温暖在这边 好 就还有温泳池耶 对啊 下次还假期间 不然 如果下开放的话 不管是夏天还有空间 都会很多人会想在我们这里游泳呢 这也是他里面 这里少我们来到宿管 但是你要小赛一点 因为在这边很自秀 这里有很多宿 都是各式各样的自信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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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决定好 我要赌中国科技大学 校区又有赌计 好大 设备新 但是太棒了 所以 还在有一首 我们就来读 中国科技大学吧 中国科技大学 好 我们的相遇从这里开始 我们的相遇从这里开始 谢谢你 不客气 你都看中文吗 你都看中文吗 呃 我觉得 那我教你啊 走 你毕业自有什么规划 我要出国留学 所以你不继续打算 留在中国科大了吗 中国科大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与成就 那一年是如此的美好 我却为了学悦离它而去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 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 中国科大欢迎你